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回到家中 他为儿子举办了一场混乱的生日派对 他们操到邻居的抱怨 米兰达下班回家看到这一切十分愤怒 在激烈的争吵之后 他提出了离婚 在他们的第一次监护权听证会上 法官授予米兰达得到孩子的唯一监护权 因为丹尼尔既没有住处也没有工作 但告诉他 如果在三个月内找到合适的住所和工作 他将得到共同监护权 丹尼尔努力重建他的生活 他得到一份在电视台打杂的工作 同时 他得知米兰达正打算雇佣一名管家 他用配音假装求职者给米兰达打了几次骚扰电话 最后 他用英国口音称自己是道菲尔太太 并且拥有多年的保姆经验 米兰达对她的资历十分满意 随即邀请道菲尔太太来家中面试 丹尼尔请求身为化妆师的哥哥和他的搭档来帮他变身 丹尼尔变身为道菲尔太太前来面试 并且给米兰达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米兰达马上就雇佣了他 孩子们最初很难适应道菲尔太太严格的教育方法 不过他们很快便适应 学习成绩也突飞猛进 道菲尔太太也会同米兰达聊天 谈心 他们也马上变成了好朋友 道菲尔太太逐渐成为了家庭不可或缺的一份子 为了更有说服力地扮演好这个角色 丹尼尔也在十分努力地学习一些生活技巧 比如做饭和打扫卫生 这期间他也闹了不少笑话 但丹尼尔很快意识到 他这样做间接地制造了另一个障碍 因为当他要求照看孩子们的时候 米兰达坚持说道菲尔太太让这个家庭的生活变得更好了 他永远不会解雇道菲尔太太 然而某天晚上 他们的儿子和女儿不小心意外发现了 道菲尔太太竟然就是他们的父亲 他们最初十分恐慌 但当他们得知他为什么这么做后 他们同意保守这个秘密 并且也很高兴父亲能回到他们的生活中 有一天 在丹尼尔所在电视台的首席执行官乔森娜 看到丹尼尔在一个不太成功的儿童节目片场 拿着恐龙玩具胡闹 这个节目因为收入率不好即将被取消 而丹尼尔的创造力给乔纳森留下深刻的印象 想让他成为这个节目的新主持人 乔纳森邀请丹尼尔周五晚上一起吃饭 与他详谈关于这个节目的想法 与此同时 米兰达希望道菲尔太太 能参加他的新男友安排的生日宴会 时间和地点竟然都恰巧一样 丹尼尔无法重新安排和乔森娜的晚餐时间 也不想让家人失望 于是他去了餐厅 试着在两边之间轮流进餐 他在洗手间进进出出 不停地换衣服 他也喝了一些酒 有些醉了 他忘记换掉道菲尔太太的服装 就坐到了乔纳森的对面 乔纳森惊讶不已 丹尼尔迅速解释到 说这是他对于这个电视节目的新想法 另一边 在米兰达的餐桌上 他的新男友 被丹尼尔故意放的辣椒粉野住 丹尼尔开始后悔 他飞速地跑过去救了他 不幸的是 在这期间 他的面具被扯掉 一下子暴露了他的身份 众人都惊恐万分 米兰达气愤地带着孩子们离开了餐厅 在他们下一次的监护权听众会上 丹尼尔证明他有一份工作 和一个合适的住所 也解释了他的行为 虽然法官很同情他 但对于他的行为感到不安 并授予了米兰达完全监护权 丹尼尔只能每周进行一次探视 这一裁决 另两个人都感到震惊 米兰达也意识到 丹尼尔并没有任何的恶意 没有了道菲尔太太 米兰达和孩子们都有一些沮丧 他们都一直认为 道菲尔太太确实改善了他们的生活 有一天 他们看到丹尼尔装扮成道菲尔太太 出现在电视上主持自己的新节目 大家都十分的开心 该节目同时在美国几个城市都迅速风靡 米兰达前去片场拜访他 祝贺他的成功 并且原谅了他 他们成功上诉了监护权裁决 允许他们共同享有监护权 最后 打开门迎接孩子们的是丹尼尔 他们的新保姆 米兰达正在看丹尼尔的节目 道菲尔太太正在读一封信 信中说 爱都会战胜一切 没什么事 �兰 como听我判意 散禾 吏蚕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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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蚕蚣